盘点漫威电影里的搞笑时刻 看完不笑你来揍我 笑耿衣 绿巨人的尺寸 咱们都知道 雷神三电影里班纳博士 一直被好客所控制 不论锤哥怎么锤他 他都不能变回班纳的样子 可当他看到了 寡姐的影视录像后 随着一个冷战结束 班纳博士终于回归 这让我不得不想起了 达叔的经典语录 随后他还穿上了 飞船上托尼的裤子 这回头 要么是去瞅托尼在不在旁边 要么就是要笑场了 笑耿二 读错名字 在美队三结尾队长 给托尼寄来了一封感人的道歉信 还有一部 随时能联系上他的老年纪 令人没想到的是 这个快递员 竟然能读错钢铁侠的名字 不仅是钢铁侠被叫错名字 蚁人斯科特在复联4结束后 也成为了家喻户晓的超级英雄 只不过是对于老年人来讲 真的很难判断出 蜘蛛侠和蚁人的区别 谁让他俩都穿红色战衣 你们说要是死士 也出现在了漫威主宇宙中 这位老年人的CPU会不会烧坏 认错成蜘蛛侠 其实也情有可原 因为在蜘蛛侠英雄无归之后 世人就已经被抹出了 有关彼得帕克的全部记忆 只记得复联4有蜘蛛侠参与 笑耿3 双标的美队 复联2中托尼 因暴怒说了句粗话 队长出面严肃提醒 而当他看到福瑞局长 前来救场的时候 他自己去语出惊人 自此以后 队长就感受到了语言的快乐 变得一发不可收拾 笑耿4 小庶民班纳博士 复联3中 队长等人来到瓦坎达 寻求黑豹的帮助 初次来到这里的班纳 并不知道是否需要给国王黑豹行礼 于是他开口询问旁边的小健健罗德 看这个脸道耳后跟的笑容 不愧是你啊罗德 那么你还知道哪些漫威电影里 有趣的效果吗